发展投资哲学 费雪有一本简短的书Developing an Investment Philosophy 出版于1980年 有点像小传记 讲述了费雪自己投资生涯中的一些故事 及总结出来的投资哲学与理念 费雪说 没有哪种投资哲学是在一天或者一年之中就能完全形成的 除非完全复制了另外一个人的方法 就她自己而言 她的投资哲学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展出来的 部分是一种叫做逻辑推理所产生的东西 部分形成于对他人成功和失败的观察 但是更多是通过自己惨痛的失败经历学来的 费雪曾经预测到了1929年开始的大雄市 但她还是买入了几个她认为便宜的市盈率低的股票 结果亏掉了几乎所有的钱 她由此认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多么正确的推理 只要没有转换成具体的行动 就不可能在股票投资中获利 2020年初新冠病毒在中国流行时 我曾经想过会不会影响全球股市 不过我只是想了一下 也没有很认真去评估 更没做任何应对措施 于是错过了一个绝好的降低仓位 下跌之后再买入的投资机会 费雪提到很多人包括她自己总是在买入股票时和赢投小利做斗争 就是在价格上总要在几美分上计较 如果相信几年内一只股票会涨到买入时价格的几倍 那你买入时的价格是10美元还是10.25美元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费雪讲了一个她客户的故事 让她清楚地认识到了武断地限定价格的潜在危险 费雪在路过一家旧金山的银行时 拜访了一位很重要的客户 费雪告诉她自己刚刚从食品机械公司回来 公司的前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令人兴奋 认为她可以再买一些股票 这位客户完全同意费雪的提议 并询问那只股票当天下午的收盘价 费雪说34.5美元 客户给费雪一个重要的订单 并说最多支付33.75美元 不能超过这个价格 过了一两天 价格一直在稍微高于她的买价以上的范围波动 一直没有跌下来过 费雪两次打电话给这位客户 劝她提高0.25美元 那样她才能买到股票 很遗憾 这位客户回答 不 那是我的最高价格 几个星期之内 价格上涨超过50% 而且在允许股票拆股后 公司股票的价格再也没有跌至这位客户之前出的价格附近 至于买入股票后观察多长时间 费雪有一个三年规则 即向她的客户一再重申 当她为他们购买了某种股票 不要在一个月或者一年之内判断结果 至少要给三年的时间 如果三年后还没有为他们带来有价值的结果 他们就可以解雇费雪 无论在第一年里是否成功 运气和其他因素所起的作用都差不多 如果深信一只股票在三年结束时不会有什么好的表现 费雪会卖出它 费雪在1955年的下半年买入摩托罗拉后 股票表现不佳 股价在低于它买入价格5至10个百分点之间波动 费雪的一位主要客户对它的市场变化非常恼火 都拒绝叫公司的名字摩托罗拉 提到这只股票的时候 只把它称为你给我买的那只火鸡 这个令人不满的行情大约持续了一年多 但是因为有三年规则 费雪并没有卖掉摩托罗拉 后来证实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大牛股 费雪还讨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在预期到市场可能下跌时持有还是卖出 费雪说她的观点与普遍流行的信念 获得不错利润时落贷为安有很大不同 她认为即使一家公司的股票 似乎接近一个暂时的最高点 近期可能会发生相当大的下跌 但只要她相信她的未来很有吸引力 她就不会卖出这家公司的股票 如果她估计 准确率90% 股票价格会在几年后上涨到 比当前水平高得多的最高点 她宁愿继续持有 费雪觉得 预测某只股票在未来半年的走势 是非常困难的 准确率很难超过60% 因此在最简单的数学公式中 考虑几率和风险与回报的比率 都更有利于持有 费雪举了她的亲身经历为例 1962年 她买入的德州仪器的价格是7年前买入时的15倍 费雪认为股票价格高得不切实际 不鼓励她的客户用这个价格来衡量当前的净值 但她还是极力主张她的客户继续持有 相信在未来几年后会上涨到很高的水平 当股票价值修正时 下跌的结果比费雪预期的严重得多 比1962年的最高点下跌了80% 但是 几年后 德州仪器的股价又一次上涨到新高 这一价格甚至超过了1962年最高价的两倍 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 很多人都知道能否在股票投资上赚大钱 要看你能不能拿得住大牛股 没有对公司的深刻了解 没有坚强的信念 有多少人能在股票价格下跌80%时还能拿住 有人说我可以在股价下跌前卖出 在下跌后买进 可问题是 很多时候预测下跌很困难 即使你预测对了 可能你并无法在下跌后及时买回来 而错失了进一步的利润 所以 费学总结的一个经验是 为了获得短期差价 而频繁交易会遭受损失 只要是好公司 长期持有才是王道 当然 在好公司的股价大跌时 由于整体市场状况 或者当时金融圈错误判断了 公司的真正价值 你应该集中全力买入 然后持有股票 直到公司的性质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 或者公司成长到某一点时 增长速度不再快于整体经济 以有利的价格 买利润能长期迅猛增长的公司的股票 并长期持有 这是费学投资哲学中的重中之重 不仅判断者的一个高端 早些学生质 智商质 如果说这次好 从根本上发生了 除了 不仅判断者防洛